FreeDoSkill 自由比例缩放 这个插件也是弗雷多的作品 如果同时安装它所提供的语言编译库 也可以显示中文的提示 在本实例的附件里 你可以找到插件的三个不同版本和语言编译库 LiveFreeDo 6 如果已经安装过语言编译库 可以不用再次安装 第一个工具是 缩放物体 它的功能跟SketchUp的缩放工具类似 区别是可以清楚地看到被锁定的方向 请看演示 第二个工具是 收份缩放 它的特点是可以只缩放特定的面 请看演示 第三个工具是 平面截取 可以用移动指定面低方法产生平行四边形变形 请看演示 谢谢 第四个工具是 也是做平行四边形变形的工具 变形的依据是选取的点和方向 请看演示 第五个工具是 以变形框为依据做拉伸 请看演示 第六个工具是 扭曲 这个工具非常有用 特别介绍 请看演示 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七和第八个工具是 旋转 跟SketchUp自带的旋转工具相比 是可以看清楚旋转的方向 第八个工具还可以指定旋转的中心 最后一个工具 也是这组插件中 非常有特色的一个 可以把物体对象 根据指定的中心和半径 进行弯曲变形 请看演示 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 播放插件作者录制的视频 感谢作者福雷多 感谢子天提供视频 请注意 视频中所用的插件版本有点区别 感谢您的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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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